目前全国三级警戒持续当中 能不能解封 还要看疫情能不能控制 不过这几个月下来 确定的是有不少人体重增加了 高雄荣总代谢减重中心就发现 近期不论是出诊还是回诊 那么体重这些患者 基本上都增加了两公斤以上 那么医生也说除了猛吃之外 焦虑影响到心情 也是变胖的主因 我们实际找到一位叶先生 说光是疫情这两个月 他追剧配零食手摇引 那站上体重一凉不得了 胖了五公斤 饼干一块接一块放入嘴巴 手摇引也是不离手 吃到觉得有点罪恶 只好打开YouTube 跟着动一动甩甩手提提腿 重复做了好几组 但在家没有教练监督 内心OSR没关系啦 趁控党先偷吃块饼干解馋 不过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这么放松 原来是因为三级警戒不能到处爬爬灶 在家时间变长了 忙追剧同时垃圾食物成了最佳伙伴 最近一定要有东西吃啊 所以就会开始吃啊喝啊 健身房都没有开啊 我在家就要照顾他啊 我没事做就是开始一直吃啊 久坐不动就算了 叶先生还为了照顾小小孩 从早到晚跟着他的作息 吃完睡睡完吃导致体重直线上升 短短两个月内胖了快五公斤 身边不少亲戚这段时间体重也有明显变化 其实除了台湾根据美国心理学会发布的内容 百分之四十二的美国人疫情期间平均增加十三公斤 高雄荣总代谢减重中心主任爷坦言 最近不论是首次看诊还是回诊的患者 甚至是之前曾动过刀的 基本上都胖了两公斤以上 那这个压力会造成大家会想要去吃一些垃圾食物 那第二个会有所谓的创伤症候群 那第三个当然其实一个睡眠也会变得不好 造成体重飙升原因 有些人不停猛吃还有些人是因为 焦虑影响心情 虽然疫情关系让不少户外活动都喊咖 但医师也提醒大家在家要动起来 如果还是找不出短时间体重发生变化原因 可能得寻求医疗专业人士协助 看看究竟身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法师新闻女王室副节高雄报道